康文署被指禁止一个剧团成员 在舞台剧的长刊的简历上 写上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传名 要求剧团删去国立二致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提出严正抗议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也表示会和港府交涉 江永儿报道 由本地剧团胡桃戏班制作 康文署主办的舞台剧第三方言 上周五起一年三日在荃湾大会堂公演 长刊也由康文署印制 剧团艺术行政主任兼执行监制罗淑燕 在简历的照片中 首持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学位证书 即以艺术行政工作者形容自己 说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生活 没有创作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 那就足够 胡桃戏班说 罗淑燕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但康文署职员口头要求 删除《长刊》中国立两个字 就算改为英文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 也不批评 剧团多番争取后 处方只建议以北艺大取代 剧团重申母校名称是一个基本事实 看出全名也是一种对学术和艺术的尊重 所以宁愿抽起有关资料 拒绝登出被删减的个人简历 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剧团希望香港继续享有言论和创作自由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对康文署的处理方式 甚表遗憾 呼吁充分尊重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以国立两个字存在的事实 下方批评 康文署自行要求删除 校名国立两个字 不合理也不恰当 愈以严正抗议 而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就指将会与港库交涉 目前超过三成在台湾留学的香港学生 都是就读于国立大学 希望台港双方能够互相尊重 不要将文化活动反政治化 以免损害台港关系发展 NOW TV记者江永儿报道